一個口力一個動作的賣力練習 兩小時的體能與肌力訓練 讓每個職棒選手滿身大汗 一旁的運動防護員全神貫注 緊盯每個選手的姿勢是否正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運動科學團隊 是國內最優秀的運動防護團隊之一 由體育學系李恆如教授所帶領的運科小組 除了在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 更實際協助職業選手恢復健康 回到賽場上繼續奮鬥 大部分這些選手來找我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有受傷 那我先藉由我的專長 然後讓他們身體恢復到健康的狀態 比如他們動完手術的復健 然後或者是傷後的評估等等 接著我們再從生理學的這種評估方式 確保說他們身體的適能 心跳的能力 肌肉的力量是足夠的 然後藉由我們這個良好的 機率與體能訓練的課程 然後讓他們準備好回到場上 接受一整個球技的挑戰 九年前從羅家仁開始接受訓練 因為成效顯著 而後職棒好手高國輝 林哲軒 宋姦豪等人也陸續加入 團隊除了進行身體評估與復健 同時也協助選手調適心理狀態 以引導方式鼓勵球員完成各項訓練 像今年剛開始技術就大腿拉傷這樣 所以蠻感謝他這段時間就是一直鼓勵我 就是希望說不要洩氣這樣 對就是一直push我這樣 所以能夠回到球場上面 我真的蠻感謝李老師這樣 其實我覺得其實每一年的訓練好像都有在改變 老師也有在改變啦 就是像今年可能 他知道我們春訓會比較累嘛 那就稍微把量再降低一點 就讓我們可能喚醒肌肉嘛 那我們就準備去迎接那種比較累的春訓這樣 透過台師大運科團隊完整的運動照護與諮詢 希望選手的表現越來越好 李恆如老師也表示 目前師大設有運動傷害防護學分學成 期盼培育更多運科人才 為台灣體壇奉獻心力 校園記者簡秀淳 祝嘉敏採訪報導 教學院做啟了 技師大運 Tal 中文字幕——YK